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在爱人之前 先爱你自己 美国知名跳高选手 弗雷德里克 在成为光鲜亮丽的运动员之前 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相当自卑 16岁时 他梦想成为模特 却被公司以太胖为由拒绝 使他身心受创 进而转往运动发展 弗雷德里克 本想透过运动赛事 让自己出名 他也曾两次 获得运动会的跳高银牌 但在运动场上 放眼望去 他仍是最矮 体重 最重的跳高选手 因而不断地被嫌弃 为此在2016年 首次参加奥运训练时 坚持非常严格的饮食习惯 起初 每天只吃三餐 而且每餐量都很少 以运动员来说 营养是完全不足的 尽管奥运并没有限制 参赛选手的身高体重 参加基准 完全取之于能力 但是弗雷德里克 所出的生活圈 依然充满着 攻击性的言语 而这一切 直到他遇到了一位 对的教练 才开始慢慢地 有了改变 教练除了训练他之外 也教会他 该如何爱自己 拥抱自己 而他也为了赚取 足够的运动基金 开始经营专属事业 渐渐地找回了自信心 弗雷德里克说 走过这些不容易之后 他终于可以 坦然地面对自己 回首过去 他不否认 自己曾有的那些痛苦想法 但如今 他也不在乎 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并且在各方面 找到自己的价值 而他也可以爱他自己了 亲爱的朋友 你真实认识自己 爱自己吗 故事中的弗雷德里克 从追求他人眼中的标准 而让自己深陷在痛苦中 甚至影响了他的健康 但却在一次转机中 认识自己也爱自己 甚至有了往前的目标 在圣经上 有许多地方都表达着 上帝爱人的心 譬如耶稣说 要爱人如己 也就是说 当你懂得爱自己 你才会懂得爱别人 你会珍惜自己 才会珍惜别人 一个会饶恕 原谅自己的人 才会饶恕 原谅别人 除非你先有爱 也被人被自己爱 你才会有爱的能力 去爱人 你也才会懂得 如何去爱人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教导 我们要爱人如己 亲爱的朋友 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爱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爱人 也希望被爱 但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健康地爱自己 你就无法用正确的方式 去爱别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 有不足 也有许多需要改变 改善进步的地方 可是上帝创造我们 不是要我们来批评自己 贬义自己 而是要我们爱自己 今天上帝要祝福你 当懂得如何跟自己相处 就能够爱自己 你也会知道 怎么跟别人相处 那么你的人生 也一定会如同上帝 所应许的 越来越趋向 正面和快乐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面亡 反得永生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平安喜乐